根据官方报道 我国的辽宁号航母编队 正在台湾附近海域进行训练 那么对付台湾 我们真的用得上航空母舰吗?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哥 前阵子日本防卫省公布了 我国的辽宁舰航母编队 从日本附近海域穿过 南下西太平洋的事 而就在最近 中国海军发言人公布 又公开了一则消息 称我国的辽宁舰航母编队 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训练 也着实是让隔壁的弯弯 惊吓不已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次辽宁号航母编队 和以往有些不同 阵容可以说是相当强大 此次辽宁号航母编队 一共由六艘军舰组成 辽宁号航母 我们就不用说了 而剩下的护航舰艇也不简单 这一次的航母编队中 甚至还出现了我国刚服役不久的 055型万吨驱逐舰 外加两艘052D型驱逐舰 以及一艘054A型护卫舰 当然了 后勤保障 那也是少不了的 因此航母编队 也跟随着一艘901型 综合补给舰 与此同时 也不排除水下 还跟着一艘攻击核潜艇 这里面最大的亮点 相信虎哥不说 大家也都明白 那当然就要数055大区了 而这也是我国的055大区 头一回和航空母舰组成编队 前出西太平洋进行训练 可以说这样的配置 才是中国海军航母编队的完全体 一般情况下 美国海军的一支航母战斗群 就是由一艘航空母舰 外加三艘宙斯顿驱逐舰组成的 航空母舰负责对海 对陆打击 以及争夺海上制空权 而三艘驱逐舰 则主要负责舰队防空 以及反潜 在我国的航母编队中 也是类似 不过由于055大区的 雷达等电子设备更加先进 并且还拥有综合射频系统 因此会成为舰队防空的 一个指挥中枢 顺便几艘驱护舰携带的 主被动拖拽式声纳 以及055舰手的大型主动声纳 也能撑起舰队水下的防护网 我们一提起弯弯 那很多人都能想到的一句话就是 吃火箭弹的命 还操着导弹的心 而这一回 我国的辽宁号航母编队 跑到台湾附近搞演习 也让不少人纳闷 台湾离我们这么近 真有那么一天 好像也用不上航母吧 其实关于这一点 虎哥想说的是 尽管弯弯本身战斗力不值一提 但是我们可不能小觑美国 尽管目前我国已经在西太地区 拥有了区域拒止能力 按理来说 真有那么一天 美国海军应该不敢跑过来干预台海 但是毕竟这只是一种推测 我们在制定计划时 可不能将一切都建立在 美国海军不敢来的基础上 因此我们必须得做好万全的准备 而我国的两支航母战斗群 就可以去执行这一任务 也就是在战时防备美军航母战斗群 当然了 到时候的两支航母战斗群 并不会在海峡地带 而是前往台湾以东的海域 拦截牵制美国海军航母的增援或者打击 当然了 我国这两艘航母采用的还是苏联的老设计 华越是甲板 布局上也并不是最优 因此战斗力上 两艘加一起可能也比不上美国海军一艘航母 但是关键在于 这两艘航母作为两支海上的机动兵力 能够前出侦查美军航母的动向 也能拖延美国海军增援的时间 有这么两支机动舰队在 美国海军也不敢绕过两支航母编队 直接增援或者发动攻击 对我国的统一大业可以说非常重要 当然了 这一次辽宁号航母编队前往西太平洋训练 也不可能单纯只是为了震慑一下台湾 要知道就在清明前后 美国海军的罗斯福号航母编队 也已经通过了马六甲海峡 前往我国的南海地区 而我国辽宁号航母编队 也很有可能继续前往南海地区 和美军航母较量一番 当然了 单纯从战斗力上讲 辽宁号那远不是罗斯福号的对手 但是毕竟现在是和平时期 航母这种巨舰本身的行动 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国家的态度 前往南海也能表明 我国不惧美军威胁的态度 其实在虎哥看来 也多亏了如今世界上还处于和平时期 否则的话 美国海军航母编队 还真不敢靠近我国的领海 尽管辽宁号航母战斗群 本身拼不过罗斯福号航母编队 但是在西泰地区 我们对美国海军最大的杀手锏 也并不是航母编队本身 而是部署在我国内陆的各型号反舰弹道导弹 有国产航母放飞的舰载机 以及遍布地球轨道的侦察卫星在 美军航母在战时 但凡敢靠近中国近海 那迎接它的可不会是空射反舰导弹 而是这一票反舰弹道导弹 以及高超音速导弹 因此实际上 美国海军搞这么一出 不单单是缺乏心意 并且也产生不了什么实际效果 南海周边的国家 更是早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好了 本期节目虎哥就先谈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